风声水起 嗨同学们 你们一定听说过风声水起这个成语 那你们可以从水波来判断出照片中的风向吗 我是台北市立阳明高中张志勇老师 欢迎来到波与光波的反射与折射的第一个部分 好我们要从照片中的水波来判断风向 所以我们把水波放大来看看 我们发现在这个照片中的水波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方向 一个是像画面上的波前A 另外一个是像画面上的波前B 那同学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方向的波前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波撞击到了白色的那条障碍物 产生反射 所以会有入射波前跟反射的波前 好回到我们的风向问题 既然波前是这个方向 那波是因为风推动它而前进的 因此有可能的风向是这个方向 或者是反方向的这个方向 所以按照照片中的波前A跟波前B 我们可以推动出有可能的答案是 像画面上1或2 或者是由波前B判断出的3或4这四种方向 好所以有这四种可能是我们照片中的风向 那我们还想一个问题 是什么东西把水波吹向障碍物的 一定是风嘛 因此 风一定是朝着障碍物的方向吹 所以1234里面的2跟3就不可能啦 因为2跟3是反方向的 那1跟4 谁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那我们就要来思考谁才是入射波 我们先从光来判断看看 说不定会比较容易了解哦 画面中是光在界面上产生的折射跟反射的现象 聪明的你一定很快的就可以判断出哪一道是入射光的对吧 没错 这一道就是入射光 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实际上是因为入射光的能量 能量会在界面上分给反射光跟折射光 举例来说 如果入射光原本的能量是100% 反射光30% 折射光却是70% 它在界面中把能量给分散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 入射光的能量会比反射光能量还要大 好 回到声音 同学都有听过打雷的声音吧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打雷的声音 判断出反射在打雷这件事情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打了几次雷 同学有听到吗 是不是有好几声的雷声呢 但其实它只有打一次雷 为什么只有打一次雷却有好几声雷声呢 那是因为刚打雷的时候 第一道雷声直接传到我们的耳朵 那是最大声的 接下来听到的雷声都是借由反射进到我们的耳朵的 那既然经过反射 第一个它就会比较慢 第二个它就会比较小声 因此在打雷过后 越慢传到的声音 就会越来越小声 因为它经过了越多次的反射 所以我们知道了 反射越多次的话 能量是越小的 好 让我们回到了判断风向的问题 现在呢 我们的选项只剩下了1和4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找 怎么样的才是真正的风向呢 我们要找能量大的才是我们的入射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水面上 我发现波前A的波形比较明显 所以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 而波前B的波形呢 比较不明显 所以我们判断出 它的能量应该是比较小的 所以答案应该是1号风向 才是正确的照片中的风向 所以以后 你只要看到风生水起这个成语 就要联想到 我们可以利用水波 来判断风向哦 好 这段影片就为各位同学 介绍到这边为止 谢谢各位同学 拜拜